29歲的胡鴻坤 日前拍無線劇集韓摩迪2.0的一場 Dewire戲份時 就不小心由高處墮下頭部受傷 留遠一個星期之後 這日下午就由助手陪同出院 一身黑色打扮戴上口罩的胡鴻坤 動作緩慢 氣藥油絲地接受記者那晚 看來身體還未完全康復 不然有很多人在這裏 幾個月份 我都來看著我 雖然是有一點的 很少的地方 有些地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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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那時是跌倒的位置 也不像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 所以你跌倒之後 就沒有這個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現在是比較肯定的 也會有比較肯定的感覺 醫生都說是正常的 會不會說有什麼後悔呢? 醫生就說如果我一塊塊的聽話 就說是休息會不會這樣 但是聽習的那些東西都可以做完 那些可能要再一個 這個都有的 都要看那些比較肯定的 謝謝